今集繼續《Mirror Go!韓國之旅》 我們將會帶大家遠離首爾的凡囂 探索一下這個城市的另一面 這裡是荒山野嶺,節目組帶我們 你這裡搞甚麼?是否又騙我們 當然不是 這裡是韓國出名的尖竹冰,漢精莫 平時韓國尖竹冰都是用電加熱的 但我經過這裡時,看到他們用木頭 我想應該是用傳統的方法 幫我們加熱 今集有傻豬 我們這次的旅程,監察 天啊 我們要做事吧 這麼多遲到嗎 這麼多遲到? 已經玩完了 這是甚麼? 已經玩完了 這次不宜遲,進去玩吧 好… 韓精莫是韓國獨有的文化 不少人喜歡來到聚集,放鬆放鬆 傳統的韓精莫 會在肚腹身火產生高溫 令身體可以透過流河的方式 將體內的毒素排清 而我們今天選擇的這間韓精莫 也很有特色 其實它的環境很特別 因為我們一般去焗桑拿 其實都是在室內裡 一間正方形或長方形房子 但韓精莫是一個地方 像一個山洞一樣 我們要鑽進去 才可以進入口 還要感覺像我們一群野人進去取火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特別 好像很地道傳統的文化 我覺得它應該算是傳統的 因為它的燒烤 他們會坐在外面燒東西吃的 我之前沒見過 當然了 我們選的地方又怎會失禮 這裡是全首爾唯一一間 可以吃燒肉的韓精莫 吃飽還可以看相 我真的沒想過韓精莫 原來會有唱K房 有街機,我看到有按摩椅 有公司… 在香港很大秘密 你不會用整棟樓 去做同一件事嗎 我也想嘗試體驗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那麼健康 那麼傳統,那麼好玩 看得出你們很喜歡玩這裡的設施 不過可惜 我們又不是旅遊節目 想享受 老規矩,遊戲解決吧 這次遊戲很簡單 我們會在你們面前放三隻蛋 而其中一隻是山雞蛋 你們要在眼看守物棟的情況下 選出你們想要的蛋 看清看錯,錯了就不能回頭了 如果你們抽中了山雞蛋 對不起,你們今天沒有機會 享受這個選擇 我堅持要很深蒸發 另外四位可以去玩 三分之一機會… 不會那麼倒楣 因為我對食物也很有研究 我每次吃下去的東西 都要看清楚 這隻雞蛋和我平日吃的深色 那一刻我跟他深色說 那隻是最深色的,我選擇那隻 選好了嗎 我們可以選 我們可以選擇了 最左邊 我自己看 因為我覺得雞蛋… 姜濤吃過是醃過 醃過一定會有色素 淺色的通常都不會是 我們選擇最左 中間 右邊,最右 甚麼 因為我宿舍的房間 有抽單人房 一起來只有兩間 有很多東西一起抽 當時我抽單人房 我拿最後一個,剩下的一個 就抽到了 我們等他們選擇了剩下的位置 最左 好,再說一次,你們選哪隻 最左 中間 那我們最後呢 阿張沒說過 我平時的觀察力也挺強的 但我跟Edan一組 我要尊重隊友的意見 阿Jer的尊重是好事 不過你也要看看 你的拍檔是誰才可以 幸運吧 這麼冷嗎 好嗎 好 不是,我聽 他會動… 好 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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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糟糕 好,姜濤 你鵝或雞蛋 你覺得現在的東西 刪掉了,刪掉了,刪掉了 肯定 以我吃這麼多年的經驗 刪掉了 但我剛才感覺到他有點… 錯 刪掉了 那我肯定你,好嗎 不要 很想吃貨的命運 自己很偉大 我的命在這裡 這樣就有了 1,2,3,3,1,立刻 謝謝你… 你們沒事吧 我又沒有問題 你很冷 這隻很冷 我負責牠 因為這隻雞蛋是牠自己選擇的 牠說牠自己沒有運氣 不是 因為我的經驗是 我被人選了,剩下一個是好的 簡單,牠是老鼠屎 牠選甚麼都不中 所以等大家選了,剩下一個給牠 好,Jer,你別拿雞蛋 你覺得雞蛋像是3、0、0 老鼠屎之魂 雞蛋像是5、0、0、0 糟了… 那東西是老鼠屎 恭喜你,Edan,你又輸了 有這麼難受嗎 沒錯,待會我們將會上去玩 我們先接受懲罰 有懲罰嗎 沒錯,待會的懲罰很簡單 我們在外面有三個戶外汗精膜的爐 這三個爐的溫度是很高的 一般人在裡面其實不是喊得很久 待會我們有80隻雞蛋給你 在這80隻雞蛋裡,你撐一隻 如果它是熟雞蛋,你要吃掉它 直到你找到一隻生雞蛋 你就可以出來了 聽到那一刻,其實我也覺得很渺茫 因為有這麼多隻雞蛋 怎會這麼容易就找到一隻生雞蛋 吃80隻雞蛋? 80隻? 我覺得是任務不可行 聽到80多隻 終於吃完才可以找到下一隻 我媽媽說最想吃兩隻雞蛋 太多了 我媽媽在上面吃了一隻 傻丫頭,我們疼愛你 最多我們不用你吃80隻 79了,事不宜遲,開箱了 你嘗試打開它,真的有感覺 是學過的 它的熱狼氣… 我想說很快 你以為你正常可以維持多久 3秒吧 10秒?10秒已經極限 1分鐘應該可以 我們會死嗎 我想希望不會 不如這樣吧 有感覺自己會死嗎 在那一隻雞蛋裡嗎 我覺得應該… 到了一半會頂不住 就說不如我們出去休息一下吧 好嗎 記得我剛才在裡面 跟你說過甚麼嗎 生雞蛋是淺色的 淺色一點 而且是冷的,你覺得特別冷的 不過現在已經很熱了 應該…對 我知道了 如果一隻雞蛋都熟了 這樣放進去 那我要吃光了? 那就沒有了 不會的,我們總會一直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生,求生 好嗎 要求水 快點… 我把手拿進來給你 開始了,好嗎 但我覺得是辣腳板 快點… 好,兩位,快點開始 不要問哪個特別冷 哪個淺色 但是有很多淺色 這隻冷… 這隻冷 我覺得在汗蒸房裡 太熱的關係 會影響很多東西 到它發現原來溫度 已經不可以用凍力去決定這件事 因為摸下去 每隻雞蛋都會很熱 我們選擇淺色 因為淺色的雞蛋通常是… 來了 真的是 那種很熱 發現我一開始 聲音都在沙灘,現在先黏著 玩了,玩了,玩了 他厲害一次,真聰明 一踢 這樣嗎 這樣就是這樣 第一隻就完了 為何會這樣 我這個時候很好奇,阿包這個時候 快點… 弄得很久 你還是阿包的樣子 阿包的樣子… 他有熱拉 你看到我拿了那一隻 我覺得是,你當時是甚麼心情 糟糕了,玩完了?拍甚麼 挺好看 很簡單,再拍一次吧 再拍一次 再拍一次 阿包說一百左右 二百左右 原本為了節目效果 我們真的打算這樣做 但難得見Edan終於可以厲害一次 這次就算了 老鼠屎 不知道是否沙灘的磁場 特別有利MIRROR 這次他們真的又玩,又吃又享受 我的天啊 很冷… 這兩天我覺得 完全是我們夢寐中的MIRROR GO 完全像旅遊節目一樣 很舒服,但是很好玩